上次說到花慶祥由楊子關走掉了,半路撞到藍塘二路先鋒林文炮 於是他就將楊子關主帥銷聲作反的事說出來 那個林文炮就想領頭功,改變了行軍路線,去楊子關捉拿反賊先 他的謀士蔡神仙就獻計劃,叫林文炮去叫陣,他自己就在鳳凰山不同谷布下伏兵 如果林文炮打贏就沒事,打不贏的就將楊子關的人引來包圍圈,到時就一網打盡 於是他們就兵分兩路,花慶祥的女兒和蔡神仙就去鳳凰山 花慶祥就帶著林文炮和五百軍卒,來到楊子關外土敵叫陣 楊子關的主帥蕭聲和庫帥玉文就列隊出展 林文炮見到他們出來,就拍馬跑到隊伍前邊,牙刷刷地叫 犯賊蕭聲,速來受死 蕭聲跑出疆場,抱拳拱手就說了 林將軍請了,蕭聲有禮 嘿!你個老懵懂,還有面來見我? 開講有話,忠臣不保義主,好女不嫁義夫 你身為南唐大臣,投降宋朝,今天你的死期到了 好,正正正的你就快點扔下兵器,讓我一刀鋸斷你的喉嚨,那你就留個全屍 如果不是,我就將你剁成肉獎 蕭聲就說了 嘿嘿,林文炮,你當然很喜歡撒謊的了 未曾交戰,你就認屎認屁,不過老夫今天有幾句話想點醒你 嘿,狗嘴掌不出帳啊? 你跟你的反賊講到曬氣啊 看招! 林文炮講完,舉高他把帳臂刀,呼聲就劈到蕭聲島 嘩!刀尾刀就封仙島 蕭聲是沙場老將來的嘛,聽見封聲,知道林文炮力大無窮 硬打硬就吃虧給他的,連看招馬頭就閃身避開帳避刀 跟手提起如意金槍,吱聲就劈過去 啊!那個林文炮力大到不避不單止啊,好像刀槍不入那樣 拍馬就照衝,對著槍頭衝過來,看槍尖劈到身那樣 突然一側身,槍尖就拆住衣服,過了去,劈不正啊 只要他趁勢伸出左手,拿著槍桿就向內一拉 蕭聲當然是死死揮著自己的槍啊,說時遲那時快 林文炮將自己把帳臂刀,嘩!聲,落在槍桿上 刀背向著自己,刀鋒向外邊,順著槍桿,啪! 這樣就削過去了,哎呀!這招絕啊! 蕭聲如果現在還不鬆手,兩隻手好像切瓜那樣 一刀就切了去了,無可奈何,哎呀! 那麼他鬆開手,如意金槍就這樣就被林文炮搶了去了 林文炮搶了這槍,傾桿禮手就掉了,擔高頭,咦! 看見蕭聲撥轉碼頭,想逃跑,他們兩個一登馬登,趕馬前衝,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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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很快去他的碼頭咬著蕭聲的馬尾,他掛好大刀,伸出右手,握着蕭聲的腰帶 一扯就扯了他过来 跟着左脚一踢萧星那只马的屁股 那只马一飙就飙前了 人往后拉马往前跑 林文炮就将萧星走马活禽 他跟着跑回自己队伍前边 礼手扔萧星落地 马上有十几二个蓝塘兵卒 好像狼狗般扑过来 按住萧星将他绑到实实 哇一交战就生禽活捉了主席 这魂林文炮更加囂死 杨子关的反财 你们龙女鸡想造反 谁还敢来受死 那老将军欧文就不愤怯 拍马提都就跑出来说 林文炮 你捉了萧星 以为天下无敌 你不要三分颜色就当大红 今天老夫给一些利害你看 他声道人道 刀翼道 发声就劈过去 林文炮就不方不望 接舍都不团 這種刀翼道 他 Zahlen 他们两边的兵出就 噇噇噇噇噇噌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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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wy Quiet! 古座威,那蕭聲的副將孫啟,看白毓民都不是林文炮的對手了,就叫其他幾個副將留在看著鎮腳,他就入省去請鄭印千歲和楊家將出陣。 那再講毓民,他哪裏是大都將林文炮的對手?幾個回合被林文炮打了落馬,像蕭聲一樣被人生禽活足。 哇,林文炮一出手就抓了兩個沙場老將,興到他比辣雞更厲害,騎著一隻馬在僵場上,哄哄哄哄,猛的跑,猛的叫。 楊子關的反賊,你們哪個還有人敢出來?如果沒有人出戰,就快點開城投降。 如果還要頑抗,老爺就殺入城,殺你們一個雞犬不留,豬狗不靜,快點投降。 他帶來那幾百人,也在幫他鼓掃,楊子關的人,快點投降,投降,投降。 這個時候,楊子關內衝出十幾匹戰馬,當中五元大將,鄭印潘仁美和楊家三兄弟。 本來他們幾個在城內討論壽州那頭的情況,不知道城外在打仗,更加不知道花慶祥帶人來搶關城。 後來副將孫啟回來報告,他們才急忙頂規掛架,上馬衝出城外。 一出來,見到林文跑就發了癲,亂叫亂跑。 大家一看這樣的陣勢,個個都心急了。 那事關城中兩位老將剛剛投降,還未受黃蜂,就被南唐人抓了他。 萬一有什麼冬瓜豆腐,就對不起人家。這件鄭印就先說了。 仲偉將官,你們先看著,等我去救蕭聲玉民兩位老將。 楊大郎就說了,少王千歲,我楊家三兄弟出山西去壽州,為的是報效國家。 現在串功未立,沒面子去見皇上。 這陣不如讓我們三兄弟先打,如果打不贏的,那陣到千歲去都未遲。 這樣啊?好! 不過你們這次只准勝不准敗,千萬不要被敵將走掉。 抓住那個壞公就可以換兩位老將回來的了。 我們知道了千歲。 於是楊大郎就叫了閻定閻光來助陣。 他提起亮銀槍,就吹馬上陣。 拿槍指著臨文炮,就叫他通明受死。 臨文炮已經叫了一排的了。 開頭以為打到楊子關的人怕了,就沒有人敢出來。 啊!忽然見到有個年輕將軍騎馬跑出來。 將這個將軍頭戴銀盔,身披銀甲,白馬銀槍,精神斗手,威風臨臨。 真是好像臨同鬥寶的五元,又好像三國的呂鳳仙。 可惜未見他頭上有功名。 各位,講到這事或者有人會問, 那時候一個人有沒有功名,官職有多大,在頭頂就看得出來的了嗎? 各位,很容易看的。 那時候打仗的人頭盔都有一束紅鷹的。 那束紅鷹就叫做詹鷹。 只要看那個人頭盔頂的詹鷹,就知道他有多大了。 比如,那個詹鷹有十三束就為元帥,九束就為大長,如此類推。 那楊大郎還未正式歸宋朝,是大宋國的客人,算是老百姓。 故此頭盔上只有一塊散的詹鷹。 所以臨文炮就看不起他,一見他臉就嘎嘎笑話了。 哈哈哈哈哈哈,你個無名小輩,你還敢出來應戰? 快點爛開。 你家二路先鋒,臨文炮,會的是要有名的大將,快點叫鄭印,還有楊子關的女將,快點出來受死。 楊大郎被他這樣說,就激到火滾了。 臨文炮,你講話給人慢半拍的,還學人做先鋒? 不如回歸賣鹹菜吧。 今天,我要你死在我這個無名小輩手中。 哎呀,真是良言難勸,該死鬼。 通明上禮。 通明? 我是山西池州火塘寨人士,父親金刀令公,叫楊繼業。 我是他長子楊賢平,奉父命為宋主萬歲解憂排難。 想不到撞到你這個萬半拍在說發難渣。 他,整定你今天不幸運了,看槍。 楊大郎一韌之槍,發發發發發,直插林文炮的煙喉。 林文炮就拿刀推開,楊大郎槍桿向下一沉,又對林文炮的胸口。 那林文炮就趕快轉刀封去第二槍。 哈,誰知楊大郎這一槍是假的? 那倒是呀,打仗就虛虛實實,虛忠實實,實忠虛這樣。 如果招招都那麼實,就沒有變化了。 再說楊大郎第二槍是假的,就不是吉林文炮的胸口。 而是虛仿一槍就撇到他肚腩上。 這些就是楊家槍的絕招,叫做刑門三不過,真是槍發絕了,又變化無窮。 這三槍就將我林文炮嚇到膽都破,心想,嗯,楊賢平槍發很快呀。 看來高山出進馬,平地翁麒麟,我要多加防備才行。 那楊大郎和林文炮在僵場開片先,楊二郎和楊三郎就越看越心急。 那加上旁邊的鄭人就鬼殺的吵了,捉住林文炮啊!千萬別讓他走啊! 快點雷骨助威,快點雷。 於是楊子關的人馬呢,就搖旗納喊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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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那個林文炮說話慢半拍,打起仗上來反應都很快。 他眼觀綠露,耳拼百方,聽見動靜,立刻禮轉身洗手西牛望月,當聲撥開二郎的槍, 然後一提馬疆,一跑跑出圈外,他就說, 臭小子,什麼你這麼不老友,居然在背後襲擊,你是何人? 楊二郎就說,我是金刀令宮二仔楊賢鼎,話聲未完, 二郎出一槍,林文炮閃身避過,就喀喀聲笑話, 哈哈哈哈,原來你們是兩兄弟? 對了,我要你們兩兄弟一獲屬。 林文炮摸起手中的象避刀,上斬下掃,左劈右削。 老三楊賢江,看著看著就手痕,心想,我兩個大哥一起動手,看來都打得很辛苦這樣, 不如我又幫了一份,反正都是打父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大哥打仗,弟弟幫手,天功地道啊。 於是,他一硬長槍,又上陣戰林文炮。 嘿嘿嘿,他們三兄弟,圍着那個林文炮噸噹的戀,三支槍對一把刀, 正 cur一是三撲,琴一豹。 他們四個馬在僵長方下,轉來轉去,嘩嘩嘩嘩嘩。 哇,好一場惡戰啊。 真是馬堂沙塵藤空氣,露氣悲風紅日夢。 三军杀声如牛酵 战古齐吹鬼神经 林文炮一边打就一边叫 喂喂喂 无名小妹 你们敢跟我大刀将交战 分明是太岁头上冻土 火神庙道点灯 姓人面前卖字画 佛爷手心打罐斗 别说你们 就算你们洋鸡叶来卖 都不是本老爷的对手 各位 别看林文炮叫得这么口响 其实他现在开始心虚 正所谓以声壮胆 那三支银枪 在他面前了来了去 搞得他头瘟眼花 正所谓顾得前就不顾得后 顾得左来又不顾得右 顾得身来又不顾得一只银 正说他还认屎认屁 现在声都得了 喂喂喂喂 你们人多虾人少 赢了都不光彩的 杨三郎一听就开心了 看来已经打到这个林文炮的锐气 他就说了 好笑了 什么叫做光彩 什么叫做不光彩 杨了就光彩 输了就没了彩 我们杨家兄弟多 打仗喜欢一起上的了 不对你就认回几个契弟一笨 那么花庆祥在南堂队伍前边就急得猛砸手 哎呀 咬了大忌了 林文炮看来就要拜阵的了 那么他心思思就想上阵帮林文炮守的 但是一见见到郑恩瞩大眼挖住自己 他当堂就缩沙了 事关如果他现在上亲阵 郑恩就实冲迈过来 哎呀 杨子关人多世众 我现在是顾掌难名 还是不上好些 那么他又不敢上了 那么他们四个人 在僵场上打了十几回合 看来林文炮真的顶不住三支杨家枪了 兵书到有话 三十六计就走为上计 那么这一计是谁人都识用的了 别说先锋林文炮了 怎去虚访一刀 不理三七二十一就跑回自己队伍那边 对着花庆祥就小小声说了 花老将军 你捉族民走 我捉萧星走 一起入凤凰山 依计行事 一字讲 他就一字将萧星打横 就落在自己那只马的安桥上 拍马顺着沿路就跑回转后了 花庆祥也不执书 一手夹实汝文就吹马紧追 他们两个主将打打 失惊无神走了 那就害死手下的五百丁出了 难不防被杨子关的人冲过来 一轮乱斩乱砒 好像斩瓜切菜那样 死伤无数 五百人马斩下眼没了 正印见到萧星和欧文被人抢走 急到他就生虾那样跳 叫人一定要追回两位老将回来 杨大郎带着二郎三郎就一马当先追着去了 正印和潘仁美就跟着 五匹马 好像五支箭那样 出身飙去 那再说林文炮和花庆祥就一人夹着一个俘虏 开头都跑得挺快的 跑一下跑一下就不行了 事关他们一马相骑 人家杨氏兄弟人轻马快就越追越近了 好在 无几远就是凤凰山了 正在凤凰山山联起伏树木成林 林文炮和花庆跑到李鼠 全生了 因为他们预先来过 就很熟地形的 一到山脚 兜了几个圈 哦 不见了人 那再说杨氏兄弟 一路来到凤凰山边 就各人拉着箭马 一边抹汗就一边四围撩望 那这三兄弟就出身兵家 自小受父母分徒 学习兵师战略 那逢山莫入是最浅的道理 那放车这一树 两座山之间只有一条山坑 中间有一条路仔 正所谓地势险要 他们见到这样的地形 当然就不敢谋谋然入山 三兄弟就想商量一下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 雨南王郑恩就追上来了 一见他们面就问 哎 林文炮呢 救了萧老将军没有 杨大郎就另下头话了 郑王千岁 林文炮和翻墙将人捉了入山了 这样啊 这样就不快点追 郑王千岁 这里荒山野岭 怪石伦殉 省心草口 我怕林文炮会在那里撤下伏兵 他们躲在暗处 我们走在明处 万一中计就 悔之已晚了 静人听闻 就走到山边 球技不断 就看下 哎呀 船头 荒鬼船尾 荒贼 怎么打得好仗啊 冯山有贼 御嶺藏扣 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了 不过敌将前脚入山 我们后脚赶到 段估他们都没那么快报到兵的 但是如果萧生欲民 两位老将有什么万一的话 我们就不要交代了 这样啊 你们就慢慢商量一下 让我入山查先了 郑印讲完就打马如飞 进了凤凰山先 杨三郎就说了 喂大哥二哥 郑印不怕 我们都不用怕了 如果我们不入 就会被人认为 我们杨家将是碎身怕死的 走啦 大郎二郎就无可奈何 逼着赶马就跟着郑印尾 进了山 走了又一里路倒了 哇 战那条路子又越走越窄 那山越来越整 只是听见 苦苦声风 沙沙声草 结局结局的马蹄声 静到得人害怕的 走着 他们几个不约而同 啊 那惊叫一声 做什么呀 原来前边是挖头佬 他们捐了入牛角尖 啊 杨大来人见就立刻说了 糟了 此路不通 快点退回原路 出回去 于是四个人就急忙圈转码头 赶马跑回去转后了 跑了一百步远道 突然间 山崩地裂一声巨响 跟着就乱石翻飞灰尘四起 树干横路 10时间 那条山路被石头树木就塞死了 出不了去 正人的几个客人 紧张跳 好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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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 dicht 無奈就聽見 咚咚咚幾聲炮響 咚咚咚咚 殺啦 殺啦 整座山野鳥驚飛人叫馬西 接著在兩邊山坡就隔了幾千伏兵出來 他們人人曼弓搭戰 戰咀對著山坑那四元戰長 各位 鄭印地中了埋伏 出不出得來呢 看來就不是那麼輕易了 打仗啊你猜玩泥沙 究竟會怎樣呢 明天再說了